一直以来,王一博的粉丝对天天向上都宠爱有加,对于王一博的粉丝来说,天天向上是追星路上的必看节目,因为每周都会固定放出王一博的新物料,只多不少,从不屈膝,也正因如此,粉丝不会错过每一期的节目,就连预告的各种先发物料,也同样以最快的速度前去为观。 不过,在最新的预告中,粉丝发现了大无语事件,看得又气又笑,而罪魁祸首却是前锋,在预告中得知会有比赛环节,看样子是在比赛喝酒,而这种互动永远都少不了王一博,众所周知,王一博的酒量是很不错的,而且,这孩子好像不太聪明的样子,在镜头前就曾说过,自己酒量挺好,真是不怕以后有人为此灌他酒吗? 天天兄弟这边,派老妖王一博出战后,直接赢了,就在此时,天天兄弟又开始以他们的方式进行庆祝了,王一博的脸上,洋溢着快乐的笑容,而前锋更是笑得合不拢嘴了,两个人完全是一种忘我的状态,像两个小孩子在分享喜悦。 然而,这样的画面,却被王一博的粉丝抓住了,连制作成照片定格,都不足以表达内心的极度,所以,直接做成了动派图片。 于是,评论区出现了这样一句话,无语,我每周就是为了看他俩秀恩爱的吗? 一时间,粉丝都笑出声了,算起来,这是天天向上第一次让王一博的粉丝感到无语吧? 即便,此无语非彼无语,而是一种调侃,要不然怎么会气到笑出声呢? 看到前锋如此自然地拥抱王一博,这是多少粉丝的梦啊? 重点王一博也一脸开心,外部的粉丝说,他们在秀恩爱,当然了,王一博的粉丝都是在闹罢了,根本不是真的会对节目组无语,而是一种喜欢的表达方式。 因为王一博在天天向上的放松与惬意,就是他在娱乐圈中的一份温暖。 更何况,前锋可是长在王一博笑点上的男人,即便是罪魁祸首,也是又恨有爱。 不过,粉丝的那句,每周就是为了看他俩秀恩爱的嘛,真是点睛之笔了,王一博看到了,恐怕都会笑出声吧。